他逃出避暑 扎进别人的车胎 气放完之后 男人离开现场 而此时 江浩收到毒贩信息 刚回来一批新药 请他尝尝鲜 江浩引诱犯了 打算去嗨一把 结果就看到车胎被扎 无奈之下 江浩只好打车 躲在一旁的警民看到后 开着出租车前往站牌 而江浩正好接到宗硕电话 说他现在非常危险 最好去附近警署寻求帮助 虽然江浩不愿相信 但为了保命 他还是乖乖听话 可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的人正是警民 看着出租车偏离路线 江浩有些奇怪 便询问司机要去哪里 警民这才向他表明身份 江浩听后慌的一批 他可不能交代在这儿 于是趁警民不注意 勒住脖子逼他停车 两人不停挣扎 车子也跟着晃动 而此时 同事向宗硕回报 从手机定位来看 江浩正在前往西江公园方向 宗硕担心出事 立刻开车前往 江浩的突然偷袭 使警民无法控制方向 虽然他极力阻止 但还是让江浩装了空子 被迫停在路边 江浩见状死了警民 一点也没有想松鼠的意思 警民为了自爆 掏出匕首滑向江浩 这才获得喘息机会 他拿出手机 播放江浩磕钥匙的画面 然后打电话吩咐手下 如果八小时内没有他的动静 就把视频发出去 话说一半 警民听到警笛声 便匆匆告诉江浩 游戏才刚刚开始 如果不按他说的去做 丑闻将会满天飞 警告完之后 警民下车看向宗朔 随即逃离现场 宗朔见状急忙追去 这是劝警民回头的唯一机会 他可不能错过 警民这次没有逃跑 而是躲在暗处联系宗朔 宗朔没有闲聊 劝警民尽早收手 再继续下去 会永远成为怪物 可警民并不在意 为了自己和阿哲 这一切都知道 警民口中的阿哲 正是那位拿棒球的男孩 说到这里 警民突然现身 询问宗朔还记不记得阿哲 宗朔没有回答 举枪逼警民自首 可警民却指着身后 罗阿哲就在那里 宗朔回头看了一眼 什么也没有 等他转身时 警民已经不见 他四处搜寻 劝警民好自为之 可警民哪里停得进去 趁宗朔不注意 从背后突袭 便提醒宗朔 不要假装若无其事地活着 宗朔醒来后 警民已经离开 就连配枪也被他拿走 为了确认这件事 宗朔查看了现场监控 果然如他所料 宗朔还发现 警民在他口袋塞了东西 一同翻着后 宗朔摸出一张照片 是阿哲和两人的合照 看到这些 宗朔脸色骤变 这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 宗朔看到人影 以为是阿哲 吓得直冒冷汗 结果一开门是江仙景 江仙景得知 下一目标是江浩 便去找宗朔问责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目标是谁 却一直藏着没说 就连江仙景查到催疗师身上 宗朔也没有阻止 这就说明 他知道这两人 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大 江仙景一直就有所怀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宗朔转学 警民退学 门到这份上 宗朔也不再隐瞒 其实他和警民一样 都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当年 宗朔为了帮助警民 不惜豁出命和他们反抗 但是却引起江浩不满 对宗朔全打交替 而宗朔因为椅子上沾了胶水 根本没机会反抗 要不是安胖及时阻止 可能就会闹出人命 宗朔趁机挣脱椅子 颇想江浩 死死咬住他的肩膀 谁也拉不开 要不是崔老师来上课 宗朔肯定不松口 不以为崔老师看到会妥善处理 但他却背地里耍硬招 给两位家长打了电话 说是班里要举办活动 请家长说说自己的职业经历 但这件事宗朔并不知情 江浩父亲上台后 一顿防染赛发言 并带来许多游乐园门票 引着同学们一阵欢呼 这波操作 可是给江浩挣足了面子 而宗朔我们情缺恰恰相反 他和江爸不同 没有体面的工作 整日在市场卖语 同学们知道后都瞧不起宗朔 而宗朔也觉得很丢脸 崔老师组的这场局 就是想利用家长的身份地位 给学生灌输积极思想 自那之后 宗朔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在江浩的教说下 他也成了被霸凌的对象 江浩他们人都势众 宗朔想反抗也没用 不好的回忆被揭开 宗朔感觉心情复杂 跑去外面放松 这时 他说的一条讯息 是江浩道歉认错的视频 而拍摄视频的人就是景敏 视频进行过加冒处理 很难追踪到具体位置 细心的交情情发现 视频中的天花板和窗户非常低爱 而且画面不停晃动 说明是在露营车里拍的 再加上员工之前说过 景敏有露营的习惯 这些都可以对得上 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调查景敏名下 是否有露营车 并对公司和住宅附近进行搜寻 万一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随时开枪 经过确认景敏名下确实有辆露营车 车牌号为4551 但因为怕居民投诉 我也就让他停在附近的公共停车场 警员经过一番搜寻 没有任何发现 宗硕和江仙景去了公司 露营车也不在这里 另一边 江浩按照景敏要求 已经对宗硕进行道歉 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是时候放他离开 可景敏不相信他是真心的 除非玩自杀游戏证明自己 江浩为了保命 也是豁出去了 用力掐住自己的脖子 而这一幕被景敏拍下 发给了宗硕 当年他对宗硕做过的事 景敏已经加倍奉还 说到这里 景敏提起了阿哲 是他把两人带出地狱 宗硕不应该忘记 当时宗硕被江浩欺负 是阿哲出面救下了他 阿哲根本不在乎江浩的家事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暴揍他 安胖因为阻拦 也被揍了一顿 事后阿哲聊下狠话 如果再敢欺负宗硕和景敏 就会死在自己手里 一落阿哲的保护 两人终于能抬起头做人 阿哲知道他们讨厌江浩那些人 但一味的忍受和强出头 只能让他们越发张狂 不过他知道彻底战胜的方法 两人出于好奇 便跟着阿哲回家 看着破旧不堪的房子 然而有些奇怪 这时 阿哲从箱子里拿出猪头面具 这就是他给猪的答案 猪和狗的区别在于 猪可以任人宰割 而狗却是被人宠爱的存在 就像江浩一样 他们等级不同 身份不同 无论怎么努力 注定会失败 不过还有一种方法 摆脱猪和狗的世界 成为人类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说完 阿哲朝另一个房间走去 里面关着一只小猫 他将匕首交给景敏 景敏不忍心下手 慌忙逃离此处 阿哲见状交给宗硕 让他做出选择 宗硕犹豫片刻 还是拿起匕首 一刀把猫解决 景敏听到惨叫声 响起了自己的遭遇 于是返回房间 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与其当初被人宰割 还不如变成怪物 主宰自己的命运 想起这些 宗硕变得惊神恍惚 仿佛看到了阿哲 将行警见状前往跑来 他顺着宗硕的方向看去 什么也没有 为了解情况 将行警捡起手机 听到景敏才说 江浩和他的帮凶 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听完这些 将行警唤醒宗硕 询问江浩的帮凶都是谁 宗硕仔细一想 当年和江浩一起霸凌的 就是警方探查过的小贾和小乙 他们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回警署的路上 一辆露营车和他们擦肩而过 看脸车牌后 不是警民的 说到这里 宗硕突然想到什么 再次翻看发来的视频 这才发现问题所在 行驶中的车辆 不可能如此安静 可如果是静止状态 房间为何还会晃动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船上 想到这里 宗硕立刻联系同事 调查警民的游艇停在哪里 而此时 家也已经被人盯上 可他们全然不止 只顾着抛牛 警方多次来电 不是没人接就是被挂断 无奈之下 警方进行了手机定位 但具体位置并不知道 拨了好几次电话 小语终于接通 但还没来得及询问地点 对方就拉了电闸 然后趁机把甲乙揍了一顿 警员觉得大事不妙 立刻四处搜寻 结果在路边发现嫌疑人 为了救出甲乙 警员奋力阻止他们离开 可对方一脚油门 就把两人甩在身后 甲乙被绑走之后 组员立刻通知中说 另外他还查到 警民名下没有游艇 不过他向专业人士咨询过 那艘游艇的品牌是P43 掌握线索后 两人把汉江翻了个遍 但都没有找到 准备离开时 宗硕突然想到 游艇需要加很多油 普通加油站肯定无法供应 于是宗硕联系组员 让他调查警民一年内 在加油站的支付清单 最后损定在金浦停泊站 与此同时 警民用枪指指江浩 逼着他玩我问你答的游戏 警民拿出魔方和班级合照 让江浩说说这是谁的 江浩仔细看了照片上的每个人 最后才想起 魔方的主人不在照片里 他是三年级的大哥 江浩当时就跟着他们混 但因为江浩无脑 被阿哲打了一顿 大哥觉得丢人 命手下教训江浩 最后看得不尽兴 还让人戳他耳光 往事历历在目 江浩又怎会不记得 完成第一个问题后 警民接着提问 还记不记得阿哲 当时大哥竞选学生会会长 来班里进行宣传 可话说一半 就被阿哲的求生打断 大哥不想惹事 只好选择离开 而之后的事就交给江浩处理 江浩在大哥那受了气 全撒在警民身上 阿哲看不下去 准备起身阻止 两人因此打了起来 但群殴就一点忙不过来 看见阿哲被人欺负 宗若和警民也站出来帮忙 但还是打不过他们 阿哲见状处处皮带 狠狠教训几人 江浩而后的伤疤 就是在那时留下的 回想起这些 江浩跪地求饶 说阿哲出事 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警民听后举枪对准江浩 让他好好反思 像他这样的人 就算千刀万挂也不为过 说完 警民和他道别 让他一路走好 而此时 贾乙被带来停泊站 和江浩关在一起 看着躺在一旁的江浩 小贾拍了拍肩膀 江浩突然被惊醒 没想到他还活着 宗朔根据线索 和江青警找来金浦停泊站 两人分开行动 寻找嫌疑传职 江浩有点不明白 警民费劲把他抓来 却没有杀掉他 还和贾乙关在一起 桌子上留下手机和枪支 他究竟要干什么 江浩不知道的是 九民离开游艇后 就把他嗑药的视频 发到了医院论坛 看到这些 江浩彻底崩溃 接连挂掉父亲打来的电话 最后直接关机 江浩引以为傲的视野和脸面 就这么毁于一旦 他实在难以接受 就算能活着出去 也是死路一条 倒不如就此了结来得痛快 《诸罗之王》第五六集 到这就结束了 从表面上看 阿哲的理念似乎很有道理 但大家都知道 以暴之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还会导致暴力的恶性循环 牵扯到更多无辜之人 因为暴力本身就是错误的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趣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